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挥挥手让那名虎卫回来 自己出了门 同时替下了还没有吃饭的那两名护卫 此时众人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包括三皇子在内的所有人 都用疑惑和请示的目光盯着饭线 思思也不例外 目光里充满着好奇 看什么看啊 胡尚那件事和我真没什么关系 石产丽心头暗笑 心想门师有时候聪明 怎么有时候的反应却显得过于迟钝呢 众人不好意思问出心中疑问 还是三皇子不在乎范贤的脾气 细细笑着开口说道 不是这事 那是啥事啊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看样子楼下那些江湖人坐不下了 都在往楼上走 三皇子往门外挪挪嘴儿 那位海棠姑娘来了 老师不请人家进屋坐坐 屋内所有人都把期盼的目光 投注到范贤的脸上 范贤将脸一沉赤道 一个个脑袋是怎么生的啊 带你们来杭州看热的已经算不错了 这还指着我亲自演戏给你们看啊 石产丽心没弄眼道 老师 海棠姑娘也不是外人 一起吃个饭只是尝试啊 这时候所有人都看着了 我请他进来 谁都知道咱们是谁了 啊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微服 咱们料明身份游山玩水难道不行 量着江南人也不敢把咱们如何了 我倒不是怕什么 只是难得出京轻松一趟 你非得前前后后围上个十几个白胡子官 殿下 您也不爱这种日子吗 三皇子一愣 这才知晓 原来范提斯微服私访 不是存着什么暗查明家罪证的念头 纯属游性发作而已 一想到自己高估了对方的职业道德 三皇子不免有些脸红 负匪某人果然有些范贤 耻笑道 即便让他们知道了如何 咱们自己不去衙门里 想必谁也不敢来跟着咱们 那不明摆着找憋屈 范贤懒得理他 心想 官场中人拍马屁场景的可怕 哪是你这个小猫孩能懂呢 兄弟二人正在肚里各自蔑视着对方 便听着厢房之内的声音大了起来 似乎有人想要范贤他们坐的这个隔间 范贤眉头一挑 差异无比说道 别见 还真碰见这种俗事了 高达黑着一张脸 守在隔间之外 看着身前满脸愤怒的那些江湖人士 听着对方嘴里不干不净的话语 手握长刀之饼 却始终没有拔出来 因为海棠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 当然 他的面前已经躺下了三个江湖好汉 好汉们正抱头捧腹 惨呼不止 在那装委屈 果然不出范贤所料 那些牛气哄哄的江湖人士上楼以后 一眼就瞧中了范贤他们坐的这个隔间 这个隔间本来就是楼上楼最好的两个位置之一 另一个被明家少东家留下来了 准备招呼武林大会的主持方 那些江湖人士不敢与官府并海棠姑娘争地盘 但看着这个隔间却开始流口水了 嚷嚷着要里面的人赶紧腾地方 明家少东家其实还没有上楼 掌柜的与伙计们 哪里敢得罪这些拿刀的江湖人呢 只得在一旁说着好话 高达是何等身份的人 陛下亲随虎卫首领之一 若这些年放在江湖之上 只怕早就开山立派了 对于这等毫无道理的要求 提斯大人嗤之以鼻的桥段 根本不会纠缠什么 只等着那几名江湖人士上前一动 他长刀不出鞘便敲了过去 然后这地上便多了几个惨乎连连的家伙 楼间近是今日参加武林大会的人士 在江湖上都是横惯了 今日却骤见了一个比自己更横的人 同仇敌忾 齐刷刷地围了上来 望着高达的目光 很是不善 这事也怪范贤 经由这大半年的朝夕相处 高达在一身横杀功夫之外 更是沾染了范提斯太多的阴狠之气 身处民间 高达并不想动重手 所以用的是范贤的小手段 解决战斗倒是挺快 但是那种阴狠味道 却是让四周旁观的人群感到十分的不舒服 那名龙虎山的剑客皱眉说道 各位先生 虽说是这几位朋友言语无理在先 提的要求确实也有些过分 不过您咒下阴手 为民也过了些了 高达沉着脸根本懒得理他 龙虎山的剑客看他出手 便知道对方的实力 只怕比自己山上闭关的师父还要高一些 所以竟称为先生 而没有将他当作一般的护卫 此时看高达依然一张死人脸 剑客虽然有些警惕于隔间中人的身份 却依然怒气渐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海棠姑娘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上了顶楼 看着与众人对峙的高达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自自然然地走到了众人之间 此时楼内所有人都在警惧之余 猜测着高达的身份 却没有一个人 曾经在江湖上 见过这样一位使刀的高手 不免有些疑惑 而海棠 却在北齐上京城里见过高达多次 早就一眼认出了对方 明少东见场间乱成一团 赶紧上来打圆场 又赶紧指挥人腾出别的厢房 安排伙计们扶着板上好汉们去休息 明家在江南财雄势大 哪一方的好汉也要卖明少东一个面子 而且他们也瞧出高达的修为实在惊人 那隔间里的人只怕更不是自己能招惹 人群渐渐散了 只是嘴里依然不停地咕弄 将这一切安排妥当 明少东这才略带歉意地 与高达说了两句 又极温和礼貌地请海棠与那位官员 还有其他人进入早已留好的另一处雅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海棠姑娘一手提着花篮 两眼似笑非笑地看着高达 也不转身 只轻声说道 谢谢明公子好意 不过海棠今日遇着故人 少不得要去叨扰他一顿 众人一惊 再看高达的目光就有些微妙 心想这名护卫身手如此可怕 里面之人的身份也一定不得了 而且还是海棠姑娘的故人 都是聪明人 江南路官员咳了两声 与海棠说了两句什么以后 赶紧拉着众人离开 开玩笑 万一里边真是那位小爷 人现在正在将那玩 神龙剑手不剑的游戏 我又不是支付 这种够荡似拍马屁的官员 要是贸然戳穿了 以后在官场上 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众人讨好地向高达头以笑容 便赶紧风一般地离开 只有那位明少宗面露恶然 苦笑着摇了摇头 隔间厢房的门 被吱压一声推开 海棠提着花篮走了进去 光线为之一亮 范贤端着个酒杯 看着不倾而入的姑娘家 半晌以后憋出两个字 来了 海棠点点头 对着房内四周张着大嘴 好奇的人们微笑致意 很自然地走到她的身边坐下 来了 范贤将酒杯放下 碰心棘手道 专门让高达出去 就是怕你进来 谢了本官的行踪 难道你就没看见他向你使眼色 高达站在门口 很无辜地望着楼外 湖光山色 海棠取下头上的花布巾 没好气地说道 堂堂八品高手看门 傻子才会猜不到 里面坐的是谁 范贤轻浮地耻笑一声 江南卧虎藏龙 又没有人认识高达 我的船还在江上走着 谁会猜到我已经到了杭州啊 海棠看着范贤的双眼 暗赏后无奈说道 这么愚蠢的自信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莫非这就是你以往说过的 精神胜利法 但只要你不进这间屋子 他们也只有猜着 哪里能证明我是谁 我就不喜欢你这种 鬼鬼祟祟的模样 明明可以正大光明做的事情 非要转几个弯 某些黑乎乎的颜色 似乎不如此 不足以证明你是个阴谋家一般 我本来就是阴谋家 你能逼我好到哪儿去啊 先前楼下那个北七人 还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想找个机会 挑遍江南群雄 你好一战立威 光彩夺目 幸亏今天没让你如愿 不然我大清的脸面 就被你一人消光了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 刚才就应该跳下去 和我打一架 我没那个前功夫 高打手在门口 就是因为那位明少东 不是傻子 他肯定会找人来试探 阁间里做的是谁 我敢拿脑袋打赌 那些来惹事的江湖汉子 都是他明少东安排的 我让高达出去 就是想让他震慑一下 所谓江湖中人 让明家少来这些下座的试探 你倒好 一出面缴了所有安排 梦得我想间接发飙都没有发生 这里是庆国 你总得听听我呢 海棠两眼望楼顶 说道 我什么时候听过你安排 从海棠一进屋 两个人便开始 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竟是寸步不让 明明是范贤做事颠三倒四 他偏偏阵阵有词 明明是海棠故意接他老底 却偏说是看不惯他形式风格 两个人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声音还是压得极低 就像是一连串温泡般 屋内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却都是死死地闭着嘴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看着眼前这精彩一幕 心里想着 江湖传言果然不假呀 以范提斯的水晶心肝 伶牙历史全是实力 敢和他这么说话的人 还真没几个 能从气势上 将范提斯压得死死的 还真只有这一位 北方来的姑娘 这两人之间要没有问题 就算把瞎子打死了 我也不行 三皇子离争吵之中的 二人最近 小脸蛋一时望向范贤 一时转向海棠 就像坐在第一排 看网球的观众一般 他的表情十分精彩 心想这等场景十分少见 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回京以后 好和陈姐姐与父皇说句 终究还是实产力 有些心疼门失 小心翼翼地插了句嘴 海棠姑娘 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走吧 待会儿 只怕杭州之州 杭州将军 江南之灶 这些大人们 都要赶过来迎接 学生已经看见 有好几人出了楼啊 范贤一拍大腿 狠狠地盯了海棠两眼 赶紧走 不然还渡个屁的下 海棠却安坐如山 很直接地说道 我饿了 三皇子在一旁凑去道 那赶紧韩小二 重新烧结菜 范贤瞪了他一眼 海棠呵呵笑着说道 谢三殿下 过午不久 西湖对岸的一处庄园里 便热闹了起来 当然热闹只是局限在院内 外面看着 还是如以往一般冷清 这座庄园装修华美而不腻 衣衫林湖 实在是绝妙所在 但是这么一个园子 只怕便要值十几万两银子 庄园的主人姓彭 一直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往年也只有夏天的时候 才会有些人过来 萧夏度数 今天来到这处庄园的 正是范贤一行人 这处庄园 乃是前任宰相林若甫 用自己门生彭大人 一名远亲的名义买下的 范贤下江南 来了杭州 当然就住在老丈人的产业里面 园子里的管家早得了消息 已经安排妥当了一切 范贤这会儿翘着二郎腿 坐在太师椅上 品着龙井 享受着杭州大富豪的生活 斜着眼瞧着正在与三皇子 轻声说着什么的海棠 不免有些恼火 这一行人当然没有在楼上 楼里继续待下去 海棠也没有重新点几盘名菜 范贤为了躲避 正在路上赶过来的杭州官员们 拉着属下们落荒而逃 车队假意进城 一路上将监察院四处 驻航巡查司的所有人员都动用了 甚至还动用了六处 为了杀手准备的两间布庄 这一行人才算是重新消失 在了城中的人海里 又悄无声息地绕了回来 进入了西湖旁边的庄园 范贤很心疼院里的属下 海棠看了他一眼 纳闷说道 你这到底是在躲谁呢 我在躲麻烦 其实今天这事真的是范贤自己愚蠢 如果真不想泄露行踪 就一定不能去楼外楼 如果真去了楼外楼 那被人抢座位的时候 就得忍气吞声当孙子 问题是范贤的性情 又好热闹 又不爱当孙子 那在江湖上行走 哪里能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直掩饰住呢 又过了一阵子 三皇子去园子里 调戏新买的小丫鬟 庄园的仆妇端了盆热膏上来 海棠津津有味地吃了 看那模样 一路南下确实饿得有些可怕 范贤看了他一眼 皱眉的 淑女一点 海棠扑斥一笑 心想 与这四半年不见 怎么一见面就吵了起来 这感觉还真有些好玩 等他吃完了糕点 范贤用眼神示意他 跟着自己往后园走去 这处庄园虽然他没有来过 但建筑设计总是有相似之处 很简单的便找到了安静的书房 在书房之中 二人分别坐下 范贤望着姑娘正色说道 你 如今应该知道那个船吧 海棠点点头 忽然间眉头一皱 先不说这个 今天西湖之上那两人是谁 你认出来了吗 那渔夫我见过 范贤似乎在回忆 应该是云之兰 去年 不 应该是前年 在宫里见过一次 他那时候是东夷使团的首领 海棠皱眉沉默许久之后 问道 能够伤到云之兰 那个杀手究竟是谁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物 暗中伏击 连一个小孩都有可能杀死大宗师 你大概没研究过东夷城的剑术 那名杀手 用的是最纯正的四顾剑意 范贤轻轻抹平 鹅角细发 随意说道 东夷城高手多 他们自相残杀 对我们的计划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广望 广望 董essel